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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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有第一次來哲舞的人嗎 有嗎 有 還是有 就我們每週還是要介紹一下 什麼是哲學心曲舞這樣子 因為哲學心曲舞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每個禮拜五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群人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就會挑選一個議題 然後大家來聊天 那他是什麼 他從怎麼來 他其實在1930年代的法國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哲學教 這樣子的習慣 他就像禮拜五的時候 就找一群朋友到他們家來聊天 那2011年的時候在台北 在台北一群人 然後他們就在路邊 然後在大聲公開始在路邊聊天 那聊聊聊聊 聊久了之後就發現說 好像不只在台北聊就好 台中好像也可以聊 然後好像高雄也可以聊 然後花瓶也可以聊 台南也可以聊 到處都去聊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有很多地方都可以 像這個樣子 禮拜五晚上然後有一群人 一起找一個地方坐下來聊一些 平常好像很多人沒有在聊的 我們覺得哲五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匯居那個城市裡面 孤單的靈魂 有點浪漫這樣 可是一群孤單的靈魂 匯居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那麼孤單 那哲五他其實他是一個 沒有盈利的事業 沒有盈利的機構 我們也看不上是一個機構 我們就很鬆散 因為他就是靠著一群志工 然後每個禮拜挑出一些空閒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禮拜的工作完成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 把事情完成 然後讓大家有這一個舒適的空間 可以來進行每個禮拜的議題的討論 所以為什麼是志工 可是我們還是能繼續生存下去 就是靠著那個大家來聽 來聊天的時候的溢柱 如果說待會大家離開的時候 或者是現在齁 你想要衝下來就是我們講還可以 然後你想要放錢這樣 我們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因為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不同的講者來 可是我們都沒有給講者的那個 講者的費用 只是說 因為他如果從比較遠的地方來 我們會希望說還是可以 一些車馬費 就是簡單的交通的費用這樣子 那哲五的話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拒絕那個引經據點 就是你講的一些 因為我們會來自不同的專業的背景 然後可能會講出一些 別人聽不懂的話 例如說 有一些學法律的 他們講的話我們都聽不懂 講什麼程序正義 有一點難懂 然後講實質正義 好像也有一點難懂 可是沒關係你可以講 可是我們希望你可以 做一點簡單的解說 讓每個人都可以懂 這就是哲五非常重要的精神 因為我們認為說所謂的哲學 所有的知識都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 他是非常生活化非常平民化的 他一點都不權貴這樣子 那所以哲五他的既然這麼不權貴 既然這麼的平民 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關於這個議題 他絕對重要的 不只是今天講者的意見 而是所有來參與的人的意見 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希望在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自我介紹 一定應該有些人第一次來 不知道這件事情對不對 連攝一併喔 怎麼會有這樣子 對我們就是有 不要有 對 然後我們只有十秒鐘的自我介紹時間 很快你就講一下說 欸你來自哪裡啊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興趣 想要來聊 來聽聽這個議題 或是你有什麼意見特別 針對這個議題特別想要表達 或者是對哲五有什麼想像 然後有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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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因為很重要要說很多字 就是今天你們來這裡是哪裡 折悟at 台中 好辦 欸好辦是不是 對阿 對對對這裡是好辦 我們說今天這個論壇就是折悟at 台中 可是你們知道嗎 最近有一個at 台中的東西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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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是什麼 市長給市本 喂 欸是誰 對對對 你注意一下你聽聽聽 是市長給問嗎 對對對市長給問 你怎麼知道市長給問嗎 正確答案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市長給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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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大家現在還沒有點到這個粉絲 專業按讚的 趕快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可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點讚沒有用 點讚只能讓那個按讚數變多 可是我們非常的需要就是大家進入那個 這個fineb的網站 我們正在募資 我們需要70萬 現在只有10萬塊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捐助個100塊也好 100塊就可以 然後或者是你有對那個產品 不然不是產品 那個回饋品 你有吸引力的話 你也可以買回家 然後有紙膠袋啊 有明信片啊 然後有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那個很有趣的年歷 我覺得那個年歷真的還滿有趣 雖然它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它裡面的設計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一次捐了3萬塊 你就可以跟那個鬼王一起吃飯 鬼王是誰 鬼王 就是閃靈樂團的主唱 不是團長 是主唱 那個fredi 就是可以跟他一起逛進晚餐 雖然說我們比較想要跟團長逛進 那希望大家可以那個回家的時候 幫我們點一下這個關於的那個募資的網站 讓我們募資一下 如果說各位大德 各位大德有那個 讓我們要捐獻的話也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 因為我們覺得說在這個城市裡面 不只是依靠我們這樣子 藉由談議題啊 然後把一些孤單的靈魂匯聚起來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孤單 或者是不孤單的靈魂 一起來關心這個城市 它未來應該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或是我們希望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平台就是提供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讓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進入到一個 跟市長候選人面對面的時刻 就是說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你的想像 你對城市的想像 和我對城市的想像 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或者是哪裡是一樣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分享這個訊息 那如果有餘力的話也幫幫幫我們 多多幫忙我們捐錢這樣子 謝謝 那我們現在立刻就開始來進行 我們非常刺激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漢陽 然後在台中什麼四面中就 然後 因為我已經習慣在禮拜五來到這邊 所以我現在就是來才知道 然後我只能夠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邊 因為參加這個定期的聚會的時候 認識一些好朋友 所以現在是在中節的前戲 我們今天就參加了 你知道這幾個 真的給了這個前戲 我們就是在這個活動完之後 一起吃飯快樂 所以哲學的意思 我現在變成是我定期聚會的禮拜 騙媽媽是什麼 好方法 不是在這裡揪團嗎 對 好 我們也歡迎大家去聯理 大家好 我是哲鴻 然後我其實跟漢陽的那個理由是不類似的 因為我們是活物館 在大廚 對 那當然我有時候參加過幾次公 那其實已經做了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其實來這邊 不單純的分享 在多聽你的故事來進行 大家好 我是飛鴻 然後我剛剛說就請派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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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剛剛好 我們也在一起 很常常看的 我們在一起派對 大家好 我是Mike 然後我是學生 我本來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對 我對國際的議題 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一直蠻想找到就是 因為我就一直對 就是很想做些什麼事 事物都要怎麼做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叫Sanny 稍微就一下 我是剛好透過楚思寅 平日子剛好邀請到楚思寅 來一個講座 然後再從楚思寅的部落格認識他 然後剛好 我10月剛好要帶一團去夜門 然後從事也是類似公益旅行 然後送愛去夜門的 我就覺得 剛好再透過楚思寅 來認識一下 再去了解一下 沒想到 這邊這麼多同好 還蠻榮幸的 有這樣的機會來到這邊 OK 謝謝 我有博洛格 你要介紹一下嗎 介紹一下你的博洛格 我博洛格 如果要直接找到我很快 你只要打蕭家果園就可以了 裡面發表的就是 真善美的事情 我信蕭 然後我家有果園 所以你很難忘記我 那Google第一個就是我 裡面就是 吃的、玩的、喝的、好的 通通都在裡面了 OK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希 然後為大家多次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易如 之前也是在EQO工作 那後來是透過我們的 Sam的Festbook 然後是要說 馬上有這個講座 那下個月後來也要參加 就是做一個國際的重啟程度 那我想的情況是說 或許是不是今天分享 可以讓我做一些參考 好 大家好 我就冠德 那我是因為看到 有一個只會看到 宇宝的情書 所以今天剛好來講 所以機會很難得 就趕快過來 對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佑宇 像我會來是因為 我本身做的工作 也是跟國際服務相關的工作 然後上禮拜 我在SoloSinger有參加 聖影展 然後這禮拜 就回家鄉 剛好看到這個活動 想說也太巧了吧 所以就來參加了 所以是回家鄉 是回到台中的意思嗎 我家是彰化 對 就想說 在中部還滿貴的 所以就來參加 那你可以幫我們按一下 市長給我嗎 大家好 是欣宇 然後就是其實我 我之前有參加過火記 就是到遠南去 然後那邊的小片 我是半月 可是就是一開始 可能會覺得就是 這件事好像 就是會當中會獲得感動吧 可是後來就會發現說 就是好像其實我們 也沒有帶給他什麼 然後就是 其實是自己成長比較大 然後就是可能有些人 就變相性的會去消費這個經驗 然後就我就覺得想要回歸到說 就是真的在國際志工裡面 我們可以就是做的是什麼 然後是不是真的可以實際的幫助到別人 然後也是只是滿足自己的那種 自以為師的內容 正義感 感 我相信 我其實我對這個 他說的這個話滿有感觸的 因為我一直想 我看到今天的議題之後 我一直想到說那個 會有很多大學的那種 所謂的愛鄉服務 對 那好像往往程度上會覺得 我為你的理好 所以我來幫你服務一下 可是那些好 所謂的好跟當地的定義的好 是不是落差很大 那到底那種心情要怎麼去調適 或者是說在那中間的過程當中 一些方式 要怎麼樣去談尊重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我也希望可以在今天講者 也許也可以提到這一點 好 謝謝 都可以 都可以 江老師如常來 今天來 關心這個議題 謝謝 剛好 去退涵 我在 也是在彩妝進一個 通平貿易的分享空間 叫做光合作用 順便打一下廣告 然後 我其實不是第一次來好 白燈是第一次來 真正在海中 對 我們剛好 之前也透過一些 往路上認識 你知道嗎 對 但是你有幾多年 對 所以今天來認識一下 大家好 我叫我崔茲 我來自南口 那今天因為 周遭有朋友 要做聚工的部份 誰能當成像 應該是最老的 不過 我覺得我已經53歲了 我好像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想要玩 第一看 謝謝 是女人每次第二次嗎 你們兩個是同學嗎 我們對那個麥克風一拿 就要轉手了 都特別的 好 你再介紹一下 你們來自什麼學校 在重考 是在這附近的補習班是不是 哦 所以是重考什麼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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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加油 可是喔 重考也是需要一些精神 以及心靈上的調徑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都歡迎你來哲學星期五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高少奇 要問你做個技當的調律系 大家好 我是周佳穎 然後我現在讀很大的調律系 然後我是 就是 禮拜二的時候去悟訪我家 然後有一個 導覽員跟我講這個活動 所以 想不想愛以後你的暗裝這樣 你今天好嗎 怎麼了嗎 不想到要怎麼按鈕 想不想愛以後我們的暗裝 大家好 我是陳德 台中人 然後我現在在 跨年東華麵環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 謝謝摺爾谷 舉辦的萬能環境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豪 我第一次來 我現在居無並存 我之前就做回收業的 做很多年的回收業 包括第一次在做 然後回收的途中 持續回收的途中 剪了很多書 慢慢的對書有清楚 我以前不喜歡看書 然後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因為我不清楚 會關注社會議題 會看那些 相較之下 相當社會議題書的人 他們通常都要聊什麼想要什麼 在這裡過來 所以就謝謝大家 太酷了 麥克風很燙 大家好 我是蘇玉 美中人 那今天只是想要來看看 就是 得武跟好伴 因為是第一次來 然後退與國際資工 是有議題沒有興趣的 所以就是想要來 認識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對 大家今天有幾塊 不要想要再去黃沸過去 沒有告訴我們叫什麼名字啊 你叫中秋姐塊的嗎 比較有感覺 然後現在在中山念書 中山是那個中山醫藥大廚 中山念亞軍 大家好 我是亞軍 之前參加過台北的哲舞 最近要回家鄉 然後之前有看過Sam的Q 請問你對自己的國際資工 然後之前有看過Sam的Q 那家鄉是台中嗎 家鄉是台中嗎 風圓 莫名 他們拿的 台中 原台中線的風圓嗎 對不對 好 那可以幫我們按一下 台中市場給物嗎 沒辦法 因為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悲 那個 沒辦法 逼不得已的事情嘛 對不對 就是被人家合併了 莫名其妙為什麼要合併 大家好 我是陳玉丸 我是高雄人 然後現在在彰化電視 然後因為之前就是參加 高雄的哲舞 所以現在是第一次來的 會有什麼樣的快樂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雲竹 然後 我是之前有去年輕的職工 然後 就後來就是 但是自己以為很熱情的心 就是有家鄉的人 就是很有禮職 後來就是在裡面 然後突然說 欸 其實好像有些事情 就是需要再做 很多的 方向的疫情 所以想要今天來聽 就是 就是 這個 跟他們一起 大家好 我叫小居 或小小居 我是高二學生 然後我以前有在學校 當過一些校林職工 但是我對國際職工的這方面 就是沒有很大的 所以常來這邊了解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你是哪個高中 我是大名高中 大 對 好 謝謝 因為我們在完成那個高中的收集屏步 今天收集到一個很快新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大名高中的學生 太棒了 你可以把你的那個學弟妹 還有你的同學都帶來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德偉 我來自彰化 然後之前因為工作關係 沒有辦法來這邊 然後一直有在網路上看到 然後一直很想不過來這樣子 然後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這邊的老澤武 我來過好幾次了 我有兩件事趕快講一下 我是那個新龍網的主題 所以也來收集一些新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是這裡的那個太語音讀書會的導讀人員 我們是在讀那個 蘇蘭克林志頓的台語本 這是我自己本身翻譯的 這個書就在那個角落上 這個綠色的那兩本 上下側的那本 蘇蘭克林志頓 我把它翻譯成 用台語文來寫 那麼我們這邊是每個禮拜 是晚上的六點半到八點半 在炮飯這邊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我對這個 國際志工的興趣也很大 因為我們教會很常 舉辦那個國際宣教 國際宣教有些是去玩的 那有些是真的是在那位當地服務的 那麼和這個國際志工多少有點關係 所以我們也互相連結一下 謝謝 各位好 我之前參加過台的折舞 然後是這兩禮拜的參訪 就是台中 所以就過來看看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住人工作者 然後 但我卻都沒有參加過國際志工 但感覺這兩年的東西 好像聽起來有點接近 所以就想聽聽看 大家好 我來自浦宇 其實我是 我是緬甸來的小生 然後我其實在緬甸也是在AGO工作的 所以我想來看一下這個有關 以太美天進這個部位 然後AGO這邊的一些事情 現在在近南大表面 東南亞也做什麼事吧 然後順便打一下廣告 然後接下來9月份 季大會開緬甸語 就是東南亞語的其中另外一個語言 就是或神教還有影片語 就是我會在那邊剿滅文字 如果大家對這個月亮的文字 很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大家很期待休息 好 謝謝 可以往裡面坐 這裡都還有位置嗎 不用站著 不用站著 可以坐著 不要客氣嘛 不要客氣嘛 來這裡坐嘛 這裡嘛 來嘛 這邊都還有位置 因為其實站在那裡 還會被那個攝影機拍到 然後這裡不會 坐著反正只會拍到頭 好 謝謝下一位 好 大家好 我叫聖 那我是在網路撒地 有朋友分享這個訊息 所以第一次來到這邊 那對於不同國家的人 還有那邊發生的事情 相當的有興趣 所以來這邊聽一下 就是各位分享的經驗這樣 你的朋友今天有來 他沒有來 被推入火堡 他就分享 然後說可以來 歡迎來參加 大家好 我叫紀凱榮 我前陣子很忙 所以我休學了一個學期 然後終於有機會 能夠再回到九五 那關於國際之中這個議題 其實 因為我是在大俗教書 那有蠻多 有一些機會能夠聽到 不同的志工 他們來分享一些 他們的經驗 那我發現說 這些經驗其實對學生來說 都是很好很重要的啟發 那我希望說今天還有機會再來學習 那我再把一些資訊帶回去給學生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嘉瑜 我是台中人 然後來聽這個國際之中原因 因為我在大陸的時候有參加民主社 不過在去花蓮的部落服務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蠻大的疑問 可能到現在就是他會問說 他姊姊姊下次什麼時候 但是其實每次出隊 每次出隊他會有一個中段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國際志工 因為中段有朋友他說 他也去擔任志工他退休 然後但是他說他去當志工的時候 跟他想像很不一樣 因為去那邊人要帶他遊山玩水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很熱誠的接待他 但是他卻不知道他自己去那邊做什麼 然後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在高中服務 然後其實現在升學的管道裡面 非常講究就是志願服務這個區塊 但是我在想說會不會 當變成是一個必備強制在這個範疇裡面的時候 那個志工的本質 你自己本身的那個志願性跟貨狀性 會有些不一樣 所以想來聽聽看今天這個跟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嬤 是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余辰 然後我之前是學社工和人類學 那目前是也是從事那個社會工作相關的工作 他身為一位那個住人工作者 有時候會想說自己做 自己的自己做的事情到底都不合適 那或者是對不對 好不好這樣子 那或許可能工作好幾年都不太會有這樣 不太找不到這樣的答案 不過就是可以在一些主體課題 就是可能住人者和被受助者的互動過程中 可以去思考一些問題 然後體驗一些 一些就是一些經驗的累積這樣子 然後會找到一些信息 所以目前還在思考其實 嗯 大家好 我叫余姬 然後我是最近才剛返鄉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大概七年 然後最近才剛回來 就是就覺得對台中還蠻陌生的 想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句點 所以現在還在熟悉這個地方這樣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去參加那個 出家辦的那個社區的營隊 所以我是對就是哲學方面的 還沒有社區這樣 你知道怎麼重新開始認識家鄉嗎 就是從市長給我的事 有 我已經先按讚了 等一下會再結束 OK OK 太好了 你看到老師 佩儀 然後又對這個 你才有先提供在那邊參加的線 大家好 我叫志俊 那 因為我在前兩年 然後就服務教廷大義 那我們到外面的話 因為我叫張門科 那我們都說我們是智能是老人大流 那 可是在那邊看到我們傳說中的 劇稱的NGO 和我們想像中的其實有差 有一段差距啦 那剛好這邊有看到就是一個 Splight Type那邊的 那我只想看他的分享 和就是我們 就是以中華英國文名義出去的這個 是不是NGO到底差在哪裡 謝謝 突然想要知道你那個差距是什麼差距 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嗎 沒關係嘛 你講嘛 說好或不好 我們可以提出來在這個 你認為好或不好 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 NGO 應該算是非政府組織吧 可是我們說我們是去的一些技術團 我們說對外自稱是NGO 可是事實上我們所有一切的機會 所以說有一切的做成還要做成什麼 其實也是都受制到皇帝大使館 那這樣的NGO和 這樣子的NGO和字面上我們說的NGO 那當然是有一大分差距啦 那當然我不能否認說 就是他們在那邊 是不是有幫助到人 這個我不能否認 那但是 後面還是不要說好了 不好意思 這你們等一下有辦法回答嗎 會吧 會回答到所謂的NGO的經營的 不管是困難也好 或者是他跟政府之間的界線 欸 那個兩位伴娘 他們的自稱不是老伴娘 所以他們是伴娘 所以來 不要說老伴娘 他們不會理的 然後說 欸 伴娘 大家好 我是家園 然後就剛剛有一個朋友提到 就在台北工作期間回來 然後每次在台北生活裡面就回來 然後我覺得台中需要很多 很多人可以回來 然後做一些事情 然後幫那個一定是進入他們的 欸 你回來 可不可以感到 然後跟宣傳一下好 就是台中 舊城區現在有一個議題是有關於台北的舊宿舍 就是大後裏在那邊的 有一個是 那9月12號是他們委屈審議的 是一次的審議會 那就是他有提出兩個 專案的聯署 然後一個是寫到公園 然後一個是 你有沒有什麼 我可以知道 這個是什麼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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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級 國務館規劃的一個區 那個 台鐵 台鐵高價化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成立台中文化遺產建築公園的聯署宿 如果大家可以來 有興趣可以來聽 然後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幫他們填上 因為就是他想要用這樣的聯署宿舍 然後大家9月12號委屈審議會做一個 就是這樣有呈現 那就是大家來到這個舊宿區 就舊宿區在台中 它其實有很豐厚的文化跟歷史 那接下來 像我幫你之前有發佈的一些股東 或是現在就在進行的 生活在舊宿的30天 然後可以稍微 怎麼了嗎 有真的是 然後可以預告一下 下半天的晚上5點半 大家就這樣一個夜景 會有一個30天的秘魯 那秘魯分享會邀請 就是大概7個 接下來要在舊城做專案的團 他們有租金像英英斯丁文是其中一個 然後有一個外國人要做工具的分享銀行 然後還有綠船的一個工作坊 就是很歡迎 就是那天他們會做一個簡單介紹 然後也會遵從職工 所以如果你對舊城進去 然後想要認識台中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些機會 就是他們會有很多專案 那天會有簡報 然後去邀請大家 有新人可以去交流 那這週末的話就是明天 幾點啊 就明天有一個綠船小路行 然後就是會帶大家去 用走路上做方式去認識見討合約 他不是水狗他是合約 所以兩點到五點時間 然後在這裡集合 那就是一個人去追討前往 但你們可以上他們的 生活在就成的暫時店 我們有做了一個時候的攤幕 那大家對於這整個活動 就一個月的活動 吃去的話都可以在這個上面 然後一份三十塊可以投錢買 那大概只要 謝謝大家 好 還有自我介紹還沒自我介紹 非常想要自我介紹的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新社 那因為我在 我有一次去 那個聖脈生命教育協會 那楊中李老師 我今天很上課 所以我知道這裡有課程 那因為我有去傳說回來 然後今天才來上課 謝謝 大家好 我也要請一請 我也是看到別人在 上面有分析的活動 然後因為我其實昨天才 就是去當國際志工回來 之後就是我非常想 就是 不是非常想 就是我有點想要就是探討 整個去當國 就是一個海外志工的 意義在哪裡的 然後而且 可是我對於這個傳 所以就也沒有很了解 就是希望今天來之後 能夠可以更加了解 謝謝 那個別人有來的 別人 對 你不是說別人分享 應該沒有 好像只有我們導舟 李老師 我一看來應該是沒有吧 是什麼導舟 立言導舟 我當生大儀 謝謝 自首 自首會很自首 自首嗎 把自己的手拿出來 手伸出來拿麥克風 大家好 我是薛 其實我也是跟他一樣 就是我朋友在Facebook上 就是分享了這個 那最後他沒來 只有我來而已 對 其實對國際志工 還蠻有興趣的 大家就參與一下這個議題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王晴佑 來自高雄 那我是從小學的時候 有參與過 也就是幾次國際志工的一些經驗 就是文青的特寫次 然後第一次的經驗 他讓我認識到 就是了解到 的確我們台灣的團隊 就是所謂的國會 就是他可能在 國外的一些運作方面的規需 很多政府的支持也是限制 所以他們的目的常常是 是外交能 所以會包括很多 就是宣傳的效果 而不是實際的 一些長期的一些 比較容易的一些建設 那第二次的時候 是我自己去南美洲 他有機會在當地 參觀一些海外 美洲或是歐洲那邊 辭助的一些NGO 做的一些 他們做的一些海外的 職工的一些活動 我覺得就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他們比較 有一個當地的計畫 就是 比如說當地的社區 發展生態理由 那是一個原住民的部落 那 就是他們透過一些 公同貿易的方式 就是把當地的一些 喝口的豆子拿出去 也會這樣子改善收入 然後也提升他們自己的一些 對文化的認同 那 對 就是因為對於這些經驗人 讓我 其實我覺得參加海外之中 的這些活動 其實有很多 都消除了我很多的幻想 就是最開始的幻想 但是我覺得很高興的是 就是在這樣子的認識裡面 我就是去開展了 對很多議題的一些認識 也是因為參與國際 就是希望我才會去 觀看所謂的公平貿易 然後也會想要去了解一些 所有的一些氣候偏遷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 事實相關的 就是並不是說 好像我們去了當地 出回來之後 就跟當地就沒有連結了 對我而言的說過大家也就是這樣子 大家好 我給我一個麻酥 我是 台南這禮拜五的七天 我 從我們出的外國 在台灣出來的七天 就不是說很厲害了 他還要去外國 去做七天 他去外國有一間 當地的要職業 不管是李源或是王宏秀 我沒有 我有一個人 在三、四十年前 去 李源自我做 兩、共進去的 委員 他當然 這個是青春派議員 那個幾年 兩天 他在社員的 當地 當地 李源自我 他跟我說 我請他來 請你來 他要去 叫的 再來 再做一次 錢 他要20次來 他要用來 錢 塞了 垂了 他才要來 所以他在做 不要說做 制度 只要去外國 在很多人跟我們想法有什麼樣的 像是要去熟悉的 或是你剛才是很困難 要去...要去...要去貼或好 這個情歌的困難 對於我來說 對我來說就覺得這個不太困難 所以我一同對於 有人去歌 去做這種事 我都一同很輕鬆 謝謝 我跟一同說來一天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我叫洪漢齒啦 那我今天來看那個 國際志工到人道路 就援助工作者之路嘛對不對 那我之前有... 有追過八八水災 那我去那邊的時候我發現 情況蠻慘的 那我相信國外有很多這種 事情發生的時候 可能有部分的人 會像那個同學一樣 會不會想要過去去援助看看 會做一下國際志工 幫一下 因為我沒有去過國外 做過國際志工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 這樣 好 謝謝歐漢森 好 下一位 那個... 那個... 我剛來這樣 然後... 我叫傅伯勳 大家如果喜歡叫我英文的話 可以叫我巴倫廷喔 那我之前在國際志工的部分 我不算是做志工啦 那我是到印度的一個小鄉... 小州 去叫阿密達巴的一個城市去那裡學習 學了一個多月當... 呃... 還有一些從我經驗的話 可以就私底下再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 謝謝大家 好... 好... 其實你是最後一個 好... 謝謝... 謝謝... 好... 然後... 我們的自我介紹就到此結束 然後... 這個... 大家可以來簽一下 可是簽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跟台中市政的信息相關 所以我們還是要... 幫我們... 點一下那個... 台中市長給問嗎 欸... 那個網路的朋友 對... 我們也需要那個... 大家你們現在在網路旁邊 電腦旁邊 趕快上網點選那個... 台中市長給問嗎 然後順便幫我們來結個錢 然後我們趕快來... 來開始今天的這個... 從國際自公道... 人道救援工作者的... 這一個議題的討論 那我們先歡迎這個... 楊老師 因為我們太... 頓手 所以突然發現... 欸...楊老師